作曲 四川 李宗盛 李宗盛 伍berg 你請檢查 我有時好怕 因為我有時說 去到別人的教會 我說弟兄姐妹早安 有些人說 咦 我還未去弟兄姐妹呢 時候你不跟我打招呼 所以現在轉為大家早晨 全部都遮蓋了 我都很久未來過 聖晚課堂跟大家頂錢 因為很忙要上學 剛剛完結了一個學期的時候 又有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話語 很開心 感謝神給我力量 希望還有一個學期 就完成我的神學科學程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事實記》最後一章 我想問一下大家 我們有主一學 我記得在我們自己的教會 有一個是舞蹈班的主一學 還有其中有一堂 給我的印象是很深刻 很深刻 所以我忘記了那個課堂的主題是說什麼的 但是我記得在那個課堂裡面 老師想示範一個測驗 他說怎樣測驗法呢 他說請一位同學 用個瘦筋仔或者布綁著眼睛 然後請一位同學 從課室的一邊 就要走到另外一邊 就是要跨過很多障礙 走過去那邊 什麼都看不到 不知為何有一次我這麼幸運 就被我的老師選了 於是乎 我都要蒙著眼睛 從課室的一邊走到另一邊 當我被蒙著眼睛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一片黑暗 什麼都看不到 當然了 第一件事我要怎樣做 當然要找人 他們很壞的 你綁著眼睛還要轉幾個圈 你連方向都不知道在哪裏 第一件事要找對方向才行 然後我就小心翼翼 因為又怎樣 怕撞到桌子和椅子 所以就很慢地一步一步一步地走 走得很慢 雖然走得很慢 但是終於都被我走到 由課室的另一邊走到另一邊 在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知道我的老師和同學很疼我的 怕我撞到 在旁邊看著我 急緊我 因為怕我走錯 或者撞到我自己也好 或者撞到他們也好 我在這裏想 我說如果當我蒙著眼睛的時候 但是什麼都不理 就不斷橫衝直撞 不斷四圍亂撞的時候 你想會有什麼後果呢 我想不單止我會撞到很多人 連我自己也會撞到 我們今天所看的《施司記》第二十一章 也是《施司記》裡的最後一章 如果你們發覺 當時我們有留心讀經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施司記》第二十一章 完全沒有出現過 神禮在這二十一章的結局裡 是完全沉默的 當時的以色列人 就是好像這樣 生活著在這些 沒有神帶領的生活裡 因為沒有了神 他們就好像蒙著眼一樣 一片黑暗 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以色列人 因為沒有了神帶領的時候 他們自己會好像 小心翼翼去走他們的路 去做他們的事 他們的行為 反而就更加黑暗 更加醜惡 他們就好像圖上面那些人那樣 他們不管自己走得對不對 他們不管會不會撞到其他人都好 就是這樣橫衝直撞 亂衝亂撞 所以當時以色列人 在《史詩記》 好像就最終講那句經文 說沒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 他們所做的事是更加荒唐 邪惡 抬懷暗到極點 在未進入今天的經文之前 我們很快去看一看 之前所發生的事 之前在第21章 之前的一章在第20章的時候 因為有一班叫基比亞族的匪徒 他們涉嫌去奸殺了一個利美人的妾 即妾氏 因為基比亞族 他們是屬於 比亞敏之派 於是乎 以色列人 當然是向這個比亞敏之派 拿人 你要交出這班匪徒出來 但是因為比亞敏之派拒絕 於是就發生了來戰 在20章 結束的時候 比亞敏之派 所有的男女 老友 他們小孩都被以色列人全部殺了 整個之派全部都被殺了 只剩下600個人 當以色列人殺了敏之派的時候 他們以為只是為公義而戰 但是以色列人在開戰之前 他們完全沒有清楚去求問神 應不應該這樣做 他們只是因為自己的憤怒的緣故 就向蒂雅敏城裡面的人和他們的生畜 展開大屠殺 還燒光他們所有的成衣 接著我們看這個21章開始的時候 我們繼續看到以色列人他們 任意而行的黑暗行為 在第一至到第五節 當這場內戰結束了之後 以色列人就開始慢慢安靜下來 他們就開始在想 他說 其實我們和比亞敏之派都是兄弟的關係 是代表而完整的以色列十二之派 他說 但是現在這場內戰變成了一個什麼 兄弟相殘 以色列人在這裡就開始懷疑 其實是不是應該去攻打這個便雅敏人 但是現在便雅敏人只剩下六百人 但是最慘就是以色列人在開戰之前 他們因為衝動魯莽 而發了一個極度荒謬的誓 他就說絕對不會把我們的女兒嫁給便雅敏人為妻 因為這個這麼愚蠢的錯誤 就令到便雅敏人剩下六百人 娶不到老婆 那麼再搞下去會怎樣呢 這個便雅敏之派最終就會絕後 整個之派就會消失 而以色列十二之派的完整就會失去 就會破裂 在第二和第三節 我們看到以色列人全體來到這個白特里的地方 在那裡他們向神通討 他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為何以色列中 就這樣沒有了一個支派呢 他們問神為什麼 為什麼好像我們現在的人在那裡整天問 為什麼這些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好像那首歌說 為何偏偏選中我 感不感覺到 以色列人就好像那些 當失了路的弟弟那樣 他們不單止沒有去反省自己 是不是因為他們自己橫皮 而沒有好好地跟著自己的父母 而當失了路 他們竟然在那裡還在那裡哭 他們責怪父母 為什麼沒有盡到保護子女的責任 以色列人在那裡埋怨著神 為什麼沒有保護到他們的兄弟便雅問之派 就令我想到好像有時候 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看到一些弟兄姊妹這樣 有時候聽到他們在那裡求問神 我說為什麼他們的子女大大下 當他們去到高中的時候 當他們回到大學的時候 他們會逐漸離開教會 逐漸離開了他們的信仰 他們為他們的子女很擔心 在那裡埋怨神 我說為什麼神你不保守我的子女 但是這幫父母 沒有想到原來這麼多年來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間接告訴他們的子女 他說原來禮拜日去游泳班 是比上教會還要重要 他說原來禮拜日去中文班 是比上主日學還要重要 他說原來禮拜日跟親戚朋友喝茶 是比上教會更重要 做父母的可能沒有想到 當他們的子女這樣看到的時候 原來神在他們爸爸媽媽的心目中 其實都不是那麼重要 我說為什麼這麼緊張 要我們跟隨這個神 人通常很少懂得去為自己反省自己 其實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人的後果 以色列人沒有為自己所犯的錯去悔改 他們只在埋怨當神是一個出氣袋 所以無論以色列人在第四節怎樣去憲制的時候 他們只是在做一個宗教儀式 他們只是可能當神是古代的聖誕老人 而神在當時只是完全想保持一個距離 保持沉默 神不再想聽這幫自以為是的以色列人 向他抱怨 神既然不說話又不出手了 那麼以色列人唯有就靠自己想方法 他們說什麼方法是最好的 什麼方法就是最好的 他們想到原來最好的方法就是怎樣 找個替死鬼 當然要人負這個責任 這個禍當然要找人負責 於是在第五節他們說 以色列人在開戰之前 原來他們曾經起過另外一個誓言 就是說如果有誰在出戰之前 沒有來到這個米斯巴 向神的面前的時候 就一定要將這個人致死 於是以色列人就決定 一於將這個便雅敏支派絕後的責任 全部推卸給這個替死鬼那裏 接著以色列人真的找到一個替死鬼 他們查出原來在開戰之前 他們點人數的時候 在米斯巴點人數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基列亞比族是沒有出現的 當以色列人發現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就情緒高漲 好像很正義地認為 當時哪一個沒有出現就是沒有義氣 所以一定要去懲戒這些基列亞比人 但是其實以色列人想發動這次攻勢的動機 只是想找那些未嫁的女子 被這些變雅敏人為妻 跟正義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最緊要就是達到目的 以色列人只是在自己欺騙自己 於是乎以色列就差敗了一萬二千大勇士 他們將全部的基列亞比族 除了未嫁的女子之外 將所有的男人婦孺 和小蚊子全部殺了 這個殘暴令人發指的過程裡面 以色列人還以為 這一場只是替天行道的聖戰 他們以為是為了緊守著 對耶和華聖結的誓言去俗 但是基列亞比人其實沒有犯到任何應該處死的罪 以色列人也都沒有神的吩咐 他們只是為了自己起的誓 就要去殘殺自己的同胞 而基列亞比人的生命就是因為以色列人 起了這兩個絕頂荒謬的誓言之下而犧牲了 我們在這裡看到以色列人當他們沒有神帶領之下 他們行人眼中看為正的事 竟然變成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 這件是相當相當之可悲的事情 但是之後以色列人發覺他們有一個問題 原來這個問題他們一直看想解決的 還未解決到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在第十二節裡面說 基列亞比人他們只有多少個處女 四百個處女 四百個未嫁的處女 他說大概要補償給比亞敏人的六百個勇士作為妻子 那他們還差多少個女生 還差二百個女生 在這裡以色列人他們以為他們已經盡心盡力盡意 去圍避亞敏人解決了絕後的事情 但是結果都是未夠數 於是他們在第十五節又一次把這個責任推卸給神 香神賣冤認為耶和華 令到以色列又損失了一個支牌 以色列人在這裡完全沒有任何自我檢討的意思 但是其實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想願意悔改的時候 解決的方法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將自己未婚的未嫁的女兒 嫁給這班辯雅敏人為妻 讓他們可以繼續傳宗切代 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但在十八節那裡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原來以色列人不願意把自己的女兒 嫁給辯雅敏人作為妻子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曾經起過世 他們怕會被遷就 所以他們寧願犧牲其他人 以色列人這種自私邪惡自以為是的心態 結果令到他們變得越來越狂妄 越來越失控 以色列人看到那些女兒 不夠婚給辯雅敏人 於是他們就想辦法去補救 他們想到在當時在士羅那裡 剛剛有個節旗正在舉行 當節旗舉行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很多女子在那裡跳舞慶祝 於是他們就吩咐辯雅敏人去士羅那裡 他們說這樣就怎樣 這樣你們每個人就可以順便搶回一個女子 回來為妻 以色列人竟然可以把強腸類似 說得很順利成章那樣 他們好像在那裡說 我們現在說 你剛剛走過一家銀行 那家銀行又剛剛打開門做生意 但是在銀行裡面又剛剛有這麼多錢在那裡 而你剛剛又等錢花的時候 那你就順便進銀行去搶回家 聽起來好像很好笑很滑稽 但是見到以色列人 無論他們在道德上 無論他們在行為上 都是十分之恐怖 因為他們以為為了補救自己的錯誤的時候 他們不管任何後果 總而言之能夠達到目的的時候 做什麼都沒有問題 然後在第二十二節那裡 我們看到以色列人 用更加荒謬的歪理 他吩咐大家說 如果搶那些女生 他們那些父親和弟兄 和兄弟來跟我們理論的時候 我們應該這樣跟他們說 他怎麼說 跟他們說 算了 有他們 你們應該體諒這些取不到妻子的便雅敏人 現在他們自己來搶 又不是要你給女兒他們 他說 如果你自己給女兒的時候 那你違背了誓言 就算有罪的了 嘩 是否厲害 以色列人竟然可以說得到 他說搶別人的女兒其實是幫人 可以表現到對神的誓言的忠心 他們差不多說到 哇 搶了別人的女兒 還要別人多謝他 以色列人已經進入了一個瘋狂的狀態 他們很自然地去合理化他們自己創的行為 而比亞敏人當時因為以色列人這種所謂的鼓勵和慫恿之下 他們自己就出手去做 以為對的事 就去到士羅那裡 把那些女子搶走了 最後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地方 回到自己的家鄉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經文這裡 你有什麼感受 你有什麼感受 我自己就覺得 當時以色列人很悲哀 很可憐 因為他們已經淪落到一個地步 一個完全黑暗的地步 他們對自己所做的 完全沒有絲毫的罪惡感 心裡面完全沒有任何的掙扎 我想人最恐怖的光景 不是他們做錯了事 他們犯了罪 人最恐怖的光景 是根本看不到自己在犯罪 做錯事 以色列人徹底地失去自己的良知 而去繼續去做錯的事 就好像我們剛剛開頭所說的 就是當我們的眼睛被蒙著之後 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亂衝亂撞 結果是會怎樣呢 結果是會傷到很多人 而且最後也會傷到自己 以色列人不僅殘害了很多人 最後也會暴入一個自我滅亡的結局 今天其實經文裡面有三個分段 有三個分段 以色列人都是所做的事 第一個是起誓 第二個是懲戒 第二個是保禁 聽起上來 其實這三個分段 聽起上來都挺正氣 挺正義的事 你們贊不贊同 但是 當以色列人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只是隨著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時候 起誓是變了魯莽荒謬 懲戒是變了殘暴邪惡 而補救是變了一錯再錯的行為 這些種種的錯誤 都是因為以色列人看不到自己的盲點 就正正好像第二十五節經文裡面所說的話 他說以色列也都是史詩記這本書的總結 就是說以色列中沒有黃 各人任意而行 那即是說 當人的心裡沒有神帶領的時候 他們只會去做自己以為對的事情 我記得我還沒順住之前 在我人生的理念當中 我有兩句金句 而在那時候我是以這兩句金句做我人生的真理 我這兩句所謂的人生的金句 其實當時都非常流行 我想大家都聽過 特別如果你們在香港就更加會聽過 第一句金句就是 Just do it 意思就是 你喜歡做就去做 大家如果認識的logo都出來了 這個是某運動品牌的廣告標語 我不想跟他賣告白 所以我不會說他的名字出來 我想問一下大家 Just do it 這句說話給你有什麼感受 在當時給了我一種非常瀟灑 非常自信的感覺 意思是他說 只要我喜歡 我不需要你會任何人任何事 可以無拘無束地去做 嘩 所以當時成為我 開衛很正的人生觀 這一句1988年的廣告標語 替這間運動公司所賣的運動鞋 我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在當時北美的銷售量 是從八點幾美元增加到 你猜一下多少美元 九十二億美元 一個很大的增加 其實可能它的銷售量增加 不是因為那些運動鞋有多好 有什麼特別之處 而是因為當時這個廣告標語 它能夠刺激到和滿足到 我們世俗人的本能心態 所以當時是受到很多人的認同 這句廣告標語確實是非常受歡迎 但其實它能夠給人一些什麼意識呢 當我信了主之後 我再看一句just do it 就發覺它其實是推行一個個人主義 它說每個人都保住 只要我喜歡做什麼都可以的心態 不需要理任何的後果 這就不是正正好像是斯基時代任意而行的意識的人嗎 這種意識可以影響了很多人 甚至乎我聽過有些基督徒 他認為自己的人生道路 必須要由自己去決定 這樣才不枉此生 當我聽到之後我覺得很奇怪 這種說法跟聖經上的教導有很大的分別 什麼聖經不是教我們要捨棄自己 順福神 遵行神的旨意嗎 什麼聖經 什麼主耶穌不是在路加福音 九章二十三節跟我們說 若有人要跟隨我就要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嗎 我肯定聖經絕對不是叫我們各人 隨著自己的心意去走自己的路 因為作為一個基督徒 如果覺得任意而行是很適合自己的心意的時候 很適合feel的時候 我想我們要檢察一下 作為一個基督徒 你現在自己心裏的王 其實是否是主耶穌 另外一句 我的人生金句 在我未信子之前 大家應該很熟悉 大家都應該聽過這句說話 這句是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這句曾經為香港被稱為經典十大廣告台詞 這句金句又給你什麼感覺呢 我記得當時這個廣告出來的時候 除了有這句經典名句之後 還加上 死不死呢 還有發歌 周潤發 在裡面 以一個男人的眼光來看的時候 簡直覺得很有型 很浪漫 廣告就有很多清美感 簡直給了我感覺上 唐氣回牆的感覺 給了我覺得 原來人生苦短 做人對將來又沒有什麼把握 又沒有什麼盼望 所以不需要太過執著 將來會有什麼後果 只要我們著重現在有短暫的擁有 就可以帶來有短暫的滿足 已經夠了 所以我當時為了一些明標 靚車 享受 只要能夠擁有的話 沒有理會到付出的代價 所以當時我把規得卡圖很慘 這種所謂的灑脫 也成為當時我做人的人生理念 但是當我信了主之後 主耶穌在我的生命裡面之後 我原來發覺這一句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只是世界的價值觀 叫人只需要去專注此時此刻的事物 不需要去擔心永恆的事 但是聖經叫我們 不要將那些會扭壞的物質 享受 當作人生的追求目標 成為我們心裡面的王 因為很多人為了追求物質享受 而犧牲了和神的關係 但是 在約翰福音六章二十七節它說到 它說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努力 要為那些傳道永生的食物努力 聖經叫我們重視永恆 追求永恆 而主耶穌是唯一可以帶領我們去到這個永恆的道路 在舊約的傳道書也很強調地說 叫我們不要以短暫的物質財富為目標 它說因為到頭來都是空虛和暴風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觀和這句金句其實是剛剛相反 應該是不在乎曾經擁有 只在乎天長地久 因為我們的經文中心思想就是 人需要神在他們的生命中作煌 才可以走出黑暗 我們剛才看到《士師記》的第二十一章 也是《士師記》的結局 我們看到以色列人的道德 他們的墮落 互相殘殺和他們無法無天的暴行 在整件書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這幾句經文裡面 它說以色列人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惡的事是出現了七次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 又出現了四次 最後《以色列人中沒有王》 《各人陰衣而行》又出現了四次 可想言之 以色列人當時的結局是全然黑暗 全然敗壞 總結來說《士師記》是記載以色列人墮落的歷史 從以色列人完全沒有罪惡感 不信服 墮落和道德敗壞的過程裡 我們看到因為他們遠離神 而所做出的種種荒謬的行為 結果他們陷入一個不能自伏的黑暗世界裡 在《士師記》裡 我們應該謹記以色列人的失敗 提醒我們千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樣 失去神的帶領而犯罪 提醒我們的人生千萬不要像以色列的中心點 就是我們心裡沒有神作我們的王 我們就會任意而行 《士師記》這本書裡的結尾 令我感受到 我在我們人生的生命裡 當我們完全沒有了神帶領的時候 就看不到前面還有什麼道路 我們都看不到前面有什麼盼望 《士師記》雖然結束在一片絕望和黑暗當中 但是《士師記》不是聖經的結束 它不是一個終點 它只是一個過程 感謝主在我們這個世代裡 和《士師記》的世代是不同 《士師記》的時代是沒有王 但是因為神的憐憫和神的愛 我們今天是可以有王 我們的王就是主耶穌基督 《士師記》時代雖然是黑暗 但是當主耶穌基督在我們生命中裡的時候 被祂作王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一切的黑暗都會停止 主耶穌令我們的生命變得油光 就好像在《揚行福音》第一章九節 告訴我們耶穌是真光 耶穌是真光 祂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即是告訴我們 無論我們人有多污秘 生命有多黑暗都好 主耶穌都能夠帶我們從黑暗中走出光明 《Christopher Yuen》中文袁又軒 這裡有人認識他嗎? 有人聽他的名字嗎? 沒有了 其實《Christopher Yuen》在幾年前 好幾年前在我們教會做過報道會 《Christopher Yuen》呢 袁世軒在美國出生 在他小時候 其實他在性格上 已經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小孩 在他九歲那一年 他無意中接觸到一本色情的雜誌 因為這樣 而令到他第一次對同性 產生了性的困惑 這種困惑一路都纏繞住在他的心裏 而因為他得不到正確的引導和教育 他的同性戀傾向 竟然越來越強烈 直到他十六歲那一年 他第一次和男性發生性行為 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 從二十歲開始的時候 在日頭 Christopher是一個堂堂正正 在牙科學院的學生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公然地出入同性戀的俱樂部 他為了尋找更新奇更刺激 他不斷地交換性伴侶 他並且還參與了吸毒和販毒 Christopher更加成為了販毒的頭子 他掌握著全美東岸十一個州的毒品批發 最後Christopher因為吸毒和販毒 被警察拘捕了 在警察的拘留所的時候 Christopher在垃圾桶裡撿到一本聖經 他被神感動 當晚一口氣讀完整卷馬太福音 他的心開始被神的話語深深地觸動了 他的生命也開始改變 但是犯罪始終是要付出內戒 Christopher是被判入獄六年 他知道這一切都是救由自取 所以他都默默地去接受 但是有一天當他在監獄裡面 他收到他的身體檢查報告 發現了原來自己有外肢病 原本他想著六年後可以出監重新去做人 但是這個消息把Christopher打入這個黑暗的絕望當中 因為他怕自己等不到出監的人 直到有一晚在監倉裡面 他睡在床上的時候 他看上去天花板那裡 發現天花板中間有一行細節 那行細節 他看一看那行細節說 他說 如果你很無聊的話 麻煩你讀一讀耶利米書第二十九章十一節 於是 Christopher就拿起一本聖經 打開結到耶利米書的時候 他就看到這節經文 裡面說 亦我話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Christopher 讀完一次再讀一次 重複地讀 於是他的空虛的心靈 突然被神的祝福裝滿了 他感到神在他身上有美好的計劃 在那天開始 神就在Christopher的心靈裡面大大動工 他深刻地看不到 以前所做的事 都是絕對不討神的喜悅的 神將他從毒品的菌膀裡面解救出來 他的心靈不斷被真理所吸入 他破碎的生命 慢慢得到重建 Christopher還決定 他要完全擺脫他同性戀的行為 接著 神的奇蹟又出現 在他入獄的第二年的時候 法庭縮奪了他的刑期 從六年減到為三年 當Christopher出監之後 他立即去神學院進修 他主修的是色經學 最後他在2014年榮獲百特利神學院博士學位 Christopher在自己的見證裡面說到 他說 我為自己的一切經歷香神感謝 在坐牢的時候 讓我有機會尋找到神 同性戀讓我真實經歷到 舊生命的破碎 知道時時刻刻他都要揮住神 愛之病更可以給我存著感恩的心 因為每一日睡醒起床的時候 我又為神 又給多我一日的生命而去感恩 我要揭力為主做功 我的明天雖然沒有神的應許 但我今天又充滿了盼望 現在Christopher是神學院的教神 同時他也受邀請到世界各地 他用自己從黑暗到光明的生命見證 去為神作宣教的工作 從Christopher院的見證 所以我們看到 當你的心被誰掌管 你就是屬於誰 如果你的心被撒旦掌管住 你的思想、行為、態度 就會充滿著錯誤、惡劣和污謂 但如果你的心被神掌管住 你就會有聖結的態度 知道怎樣在我們的人生道路 去效法主耶穌基督 最後當然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可能總會有迷惘的時候 迷失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雙眼被蒙住一樣 但如果我們有神在我們心裡的說話 神一定會將我們帶回去一條正確的道路 當我們心中有主耶穌作王的時候 才能夠活出真實而美好的生命 願神祝福大家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感謝你 主人因為你美好的話語 你告訴我們 我們在生命裏面 作王的 主要是你 主人 因為 只要你是作我們生命的王 我們才可以走出光明 去做你 討你喜悅的事情 求主你帶領我們 每一位弟兄姊妹 求主你給我們 真的還未在心裏面有你作王的時候 祂能夠願意打開他們的心 讓你進入他們的生命 讓他們進入你的心裏面作王 主 讓我們所行的做的事情 所行的道路 我們問心無愧去榮耀你 主 我們感謝你今天給我們的話語 我們今天討告奉主受基督命靠 阿們